卫生部通报一起10个月大男婴急性肝炎病例 感染原因不明 当局正在调查这起病例是否跟全球近期出现的200多起不明原因儿童肝炎病例有关 卫生部是在前天接获通报 染病男婴在上个月25号前往主角富有医院紧急部门求诊 并住院接受进一步检查 男婴及其与他有过接触的家人 目前情况良好 男婴曾在去年12月感染冠病 但目前没有证据显示男婴罹患的急性肝炎同冠病有关